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夏桂平是当地奴隶 6月7日 像往常一样 她带着女儿换洗下来的衣服到水库边清洗 可是她没有意识到危险也正一步步逼近 这一天 来水库洗衣服的只有夏桂平一个人 安静的山奥里只能听见夏桂平提打衣服的声音 突然出现了男人让夏桂平惊慌失措 面对男人手里的尖刀 夏桂平想的依旧却已经来不及了 在水库堤坝的另一端 一名正在钓鱼的村民隐约听到了一男一女的争执 之后又闻到一阵刺激的汽油味 但她意识到问题严重赶到现场时 发现夏桂平已经被杀害了 而那名男子也早已逃之夭夭 这名金宽失措的目击者很快就报了案 她是说一个男的老大帮一个女的杀了 随着现场勘察工作的展开 民警愈发觉得这起凶杀案的作案动机并不单纯 我们赶到现场以后 现场的场景非常非常 女的在那个渠户旁边 趴着头 一半身子在岸边 一半在水里面 她是腹腹在水上的 她的身上就是腰部 就是臀部那一块 全部被汽油扫索 已经死了有一段时间 她在水里面都是血 岸边也都是血 把她翻过来 胸部全部是刀口 有四五刀 四五刀所 从夏桂平前身的伤口来看 每一刀都在心脏附近 几乎刀刀致命 究竟是什么原因 会让凶手对死者下如此狠手 最后还淋上汽油 焚尸泄愤呢 第四个人生出大恨 是吧 恨之第四个人是恨之欲辜 这种感觉 因为你死了之后 不得好死 根据现场焚尸的痕迹分析 凶手并没有刻意掩盖死者的身份 那么这起凶案的动机 就让人怀疑 而是夏桂平与人结怨 招致仇杀 现场封锁后 办案民警在凶案现场 提出了一把带血的尖刀 一个烧焦的汽油瓶 和一部摔碎的手机 手机摔碎 电话卡没有了 去某人现场的手法 不是死者的手机 很可能是新人丢弃 在死者夏桂平的身旁 平铺着几件要洗的衣服 而另外一边 水桶和锤子都保持原状 这说明死者夏桂平 对于这突如其来的打击 根本是毫无地方 另外一方面 警方在现场提取到的 尖刀和汽油瓶 由此来分析 凶手在作案之前 一定经过精心的准备 只不过受害人夏桂平 在现场激烈的反抗 导致了凶手把手机 遗落在了凶案的现场 这个人是谁 他为什么要对夏桂平 下如此的毒手呢 而接下来的事情 更加让人大吃一惊 在几公里之外 又有一个人 他的遭遇和夏桂平 几乎一模一样 去郊一线 直击现场 他新婚不久 却惨遭毒手 吻尸荒焦 数公里之外 这个男人 却为何与他有着相似的遭遇 几段错终复杂的情感纠葛 究竟什么才是死亡的真相 一线正在播出 再婚女人 从报案人听到不救 让他赶到凶案现场 不过短短几分钟 但凶手已经逃离 报案人只看到一个模糊的身影 根据这条线索 警方开始在周边几个村镇展开调查 一个仇杀 一个情杀 一个青材杀杀 只要这几种情况 我要这几种情况进行排查 班民警经过走访调查发现 死者夏桂平是大蒋村的村民 家庭成员并不复杂 有年事已高的婆婆 一个刚上初中的女儿 还有她丈夫 因为夏桂平是去年农历八月份 嫁给来了 在初步调查 包括她现任的账户 把她自己在这个播关里面 拖避还是可以的 说没有什么仇人 那个女的呢 在这里也挺坚军远的 说人呢 特别是大人小孩 她都不得来 村民们认为 夏桂平勤劳善良 平时对人十分和善 根本不敢相信 她刚刚还和村民有说有笑的 转眼就遭遇了这样的恶欲 根据种种迹象分析 凶手选择了夏桂平 独自出门到水库洗衣服的 这个时机作案 也就是说 她对夏桂平的生活习惯 十分了解 而作案守法的残忍 也带有报复的倾向 要同时满足这样两个条件 凶手应该是和夏桂平 有密切关联 而且结下怨仇的人 让父 从实则夏桂平死了以后 她是好多好多情绪也不表的 也存在意义 就是说好像沉默不语那样 也有意义 有了这样的侦查方向后 警方开始留意到 当接到群众的报案后 第一个感到案发现场的 就是夏桂平的丈夫 因为我们是第一时间到了现场 那个时候就是说 她也看着这样的事情 她沉寂在这个低痛之中 跟她问话的话 有一点就是说 吃不打意的 孙明说 夏桂平和她的丈夫关系一直很好 每次去田里农作 两个人都会一前一后 夫唱妇随 只是最近一段时间 两个人好像因为一件事情 闹了矛盾 蒋明所说的不光彩的事 也是她在夏桂平产生矛盾的焦点 原来她嫁到大蒋村之前 蒋桂平还有过两段婚姻 因为不能生育 夏桂平和第一任丈夫一起领养了一个女儿 2008年 夏桂平的丈夫意外去世后 生活的壮丹就全落在了她一个人的肩上 她只有靠做农活来养活婆婆和养女 对于夏桂平的改嫁 村民都是支持的 而她嫁的第二任丈夫居武松也是尼玛将 更重要的是 她和夏桂平是小学同学 有这样的感情基础 村民也都替夏桂平高兴 毕竟一个寡妇光靠自己 要拉扯年幼的孩子 还要赡养老人 生活的艰辛可想而知 这个人也是做尼玛将的 生活水云不高 按我们走法 一个月三四千块钱左右 三千块钱 两个人经常为了钱的事情发生矛盾 2012年8月 夏桂平和居武松因为性格不合理了婚 离婚后夏桂平回到了第一任丈夫家中 独自承担起了赡养婆婆和抚养女儿的重担 这一切都被村干部看得眼里 在村干部的热心撮合下 夏桂平也打听到 蒋明忠厚老师勤劳肯干 便嫁到了大蒋村 带着女儿和婆婆一起住进了蒋明的家里 农村的妇女人站了 因为带个女儿 不容易 别人跟她介绍 自己看 别人看上她 她也感觉不错了 她就跟着别人走了 年龄也这么大了 令蒋明难以释怀的 并不是夏桂平以往的婚事 而是他们结婚后不久 夏桂平的第二任丈夫就闹上了门 第一次来这里是九二十二十分之后 她也在屁股里面 她说现在我给她一百五十块钱 你买她一件 她到时候强调了 强调了后来晚上她回去了 但是我也没找到什么事 一个老婆叫她新年不好 我都没有得救她什么事 她过后一次的就是在新年后的 在我们上阵 在我们所有人那个盖条里面 她的闹事 她的闹事 当时把她的衣服也都扒了 那么会不会是蒋明 因为居武松经常来四望村 找夏桂平的事情怀恨在心 才报复作案呢 毕竟她的妻子夏桂平被前夫纠缠 居武松还经常到村里闹事 这对任何一个男人来说 都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情 然而根据报案人提供的线索显示 军手应该是一名 一米六五左右的中年男子 而这样的外表特征 显然和蒋明是有出入的 排除了蒋明的作案嫌疑 案案民警也从她的证词中 找到了一个更为重要的线索 夏桂平和她第二任丈夫之间的矛盾 会不会就是悲剧发生的导火索呢 若起夏桂平和她第二任丈夫居武松的矛盾 几乎每个大将村的村民都知道 原来夏桂平和居武松离婚后十多天就改嫁了 而这样的行为彻底激怒了居武松 她去年离婚的时候突发性 而且只有十几天就改嫁 前后几次这个前夫为了这个事到家里吵了 在夏桂平再婚后 居武松多次到大奖村找她 试图劝出夏桂平违心转意 而屡次被拒绝的居武松 更是曾经当着大奖村村民的面 威胁过夏桂平 朱某到他第三任丈夫 就是四任丈夫 他村里面去闹的时候 就说了一件狠话 我村里来又来闹 那时候就在他家里去 我们村里的人都在那里 去说他 因为跟你离婚了 跟你离婚了你来闹什么呢 村民反应了 他这个居武松曾经扬言 就是要收拾那个夏桂平 有的人以为他说的是气话 他可能这个女人离开了他 心里面可能有点不舒服 一直想不看 可能说了这样的话 他在林某那个厂改之战 当时人家也不晓得 林某厂改之战 少不一定都无几 不几 说过这样话 按照村民的证词 居武松曾经当着村民的面 威胁要杀死夏桂平 那么夏桂平的改架 会不会就是他的作案动机呢 根据报案人的描述 凶手的年龄 体貌特征 也和居武松十分吻合 这就更加大了居武松的作案嫌疑 然而 当专案组的民警感到居武松的家里 眼前的一幕却出乎所有人的意料 我们就发现 我们就发现他的一楼 有血液 有血迹 我们就在沿着这个血迹的方向 去寻找 在三楼的阁楼间里 民警发现居武松躺在地上 他的身上裹了几层厚厚的被子 被子已经被鲜血染得通红 居武松也已经陷入了昏迷 更为蹊跷的是 在他的身上也发现了刀伤和烧伤的痕迹 在家里面不会有点灵血 也是被杀了 主要有疑连之所在是什么 伤情和实者 这个居武松伤情和实者差不多 而且身上有烧着痕迹 居武松为什么也会受伤 伤害他的人和杀死夏桂平的 会不会是同一个人 又为什么要对他们俩同时下毒手呢 但民警的脑海里染过无数的问号 死了人的胸部被杀了 他不是说他自己人 现在朱某人的腹部也是被杀了 也都国外流血 这个情况 实践就是前后都差不多了 是不是 其他的身处人来帮他们夫妻两个 要杀他们夫妻两个 这是什么 这同时两个人受伤 一个人死了一个人受伤了 这可能就还有第三人了 然而 现场没有留给半岸民警太多的思考空间 人命关天 菊武松的伤势十分严重 因为流血过多已经陷入重度昏迷 指挥中心立刻呼叫了120急救车 将菊武松送到医院进行抢救 根据现有的线索来分析 菊武松一定有的最大的作案性 可是现在他也受伤了 那么作案者就有可能是另一个人 从菊武松和夏桂平的伤势来分析 作案者应当是一个人 两起案件相隔的时间并不久 菊武松的家和夏桂平出事的水塘之间的距离 是有相当距离的 由此警方得出了这样的结论 犯罪嫌疑人对菊武松和夏桂平非常的熟悉 才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里接连作案 众口指认的遗凶却也惨遭毒手陷入昏迷 错综复杂的关系网 究竟什么才是死亡的真相 一线再婚女人正在播出 菊武松现在成了整个案子的争复关键 一旦他苏醒 也许就能指认出真凶 案情就可以水落石出 只是由于伤势严重 菊武松一直陷入昏迷之中 这也让整个案件显得愈发扑朔迷离 那么夏桂平除了和菊武松有过恩怨纠葛外 他们两人是否还得罪过什么人呢 还有没有第三人 菊武松的伤势怎么造成的 夏桂平的遭遇也让附近的村民一轮纷纷 人们都在猜测究竟是谁会这样残忍杀害这样一个苦命的女人 而从村民的各种猜测中 办案民警注意到了一条细微的线索 原来夏桂平的第一任丈夫因为工商意外去世后 当时夏桂平也向建筑工地的房主索赔 只是赔偿款一直没有到位 官司也一直在闹 而在夏桂平嫁给菊武松后 菊武松也和夏桂平一起为讨要赔偿款去工地和房主理论过 那么会不会是因为赔偿款的纠纷问题引发的惨案呢 为了正是这样的猜测 办案民警也从侧面了解到 这个工地的房主从年前就外出打工了 已经很久没有回死亡 也就是说他有了不在场的证据 又一条线索断了 那么究竟是谁会对夏桂平和菊武松同时下手呢 就在这个时候医院传来了消息 菊武松苏醒过来了 这个消息让大家都松了一口气 案件应该很快就会水落石出了 他什么都不谈 就是说要死 就是把我搞死产 把我搞死产 什么都不谈 当苏醒时 菊武松闭口不谈案情 他一心只想结束自己的生命 扬持了四五天后 菊武松终于开口说出了真相 因为他做手术以后 那个他家里面没人不来照顾 就是我们赶紧的照顾他 当属当家的那也是东西 他就可能感动了 他就慢慢自己就说了 他说死者夏桂平 是他杀死的 菊武松承认了自己杀人的事实 而且也证实了警方之前的猜测 那么他为什么要杀害夏桂平呢 6月7日那天又发生了什么 菊武松又为何会受伤昏迷呢 直到现在 这样一个所有人口中情分善良的女人 为什么会让菊武松恨之入骨呢 菊武松说 自己并不是心甘情愿地和夏桂平离婚的 为了达到离婚目的 夏桂平欺骗了他 按照菊武松的说法 夏桂平跟他说 自己要去讨要工地赔偿款 可是改嫁了就不好去要钱 所以他要和菊武松离婚 等把赔偿款要到手之后 会再和菊武松复婚 菊武松说 当时自己信以为真 可是到了法院签署了离婚协议后 夏桂平就搬走了 更没有想到的是 短短十几天后他就改嫁了 因为这个事情呢 我也问过夏桂平 我们给他究竟就是 彼此在那里我也问过他 我们究竟是什么原因 他没有什么原因 我们当时 立你写你 不知道是怎么样写的 我再唱一唱 毫无重 尽管已经和夏桂平离了婚 但是菊武松的心里 一直没有办法放下这份怨恨 因为按照他的说法 夏桂平几乎是采用了一个欺骗的方法 哄着和他离了婚 夏桂平究竟为什么要这样做 菊武松 先是行凶杀人 然后又企图自杀 在这事件的背后 难道仅仅是因为 他咽不下自己心中的这口气吗 现在是揭开真相的时候了 离婚的说法 双方各执一词 面对一个毫无防备的女人 真凶又为何反被重伤 案件背后是否还有玄机 一线再婚女人继续播出 双方对于离婚的理解完全不同 菊武松说 他以为就像约定的一样 夏桂平离婚后还会和他复婚 就在离婚协议书上签了字 少了就是那个前任丈夫的命运 他说你离婚不给我交代 突然的改假不给我一个交代 那你把我帮你第一任丈夫 交代你钱给我 不给我 你就这样算了 你怎么对付我 这次来自你到 跑到家里他门锁了 跑到别人家里走了 跑到家里里面的人就骂他 说他就走了 菊武松的想法十分简单 他认为夏桂平欺骗了他 如果是真的离婚就要把账算明白了 因为夏桂平和他在一起生活的时候 用了他的钱 现在离婚了 要么就复合 要么就该把钱还给他 菊武松认为夏桂平和他离婚 原本是可以简单挽回的 可是夏桂平这么快改嫁 就彻底让他丢了男人的尊严 那么夏桂平是否真的像菊武松说的那样 欺骗菊武松签了离婚协议呢 他又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原来夏桂平嫁给菊武松后 也把领养的女儿一并带了过来 然而每次夏桂平向菊武松讨要女儿的学费时 两个人几乎都要大吵一架 实际上他要钱 他一个月就挣那么多钱 他就是说家里要用钱 养育要用钱 家里整个过日子要用钱 而导致两人矛盾升级更重要的原因是 夏桂平发现菊武松好赌成性 赚的钱本身已经不够家用 可是每个月菊武松几乎还是会在麻将桌上输掉上千元 他一直跟我讲了这么一回 他一直跟我讲了这么一回 他有一次他家的行李六十块钱 今天六十块钱的那一天不是个礼拜五 他早上他出去打工 打工我贴小日 他说我做你一份的 小日他就回来 回来的没事干的把那个六十块钱 把他外面就都敷掉了 这女儿小五回来要去 那就敷掉了他说下个运动就知道了 你这个运动真没有点 女儿也礼拜五回来要去 你把这个六十块钱就敷掉了 每次夏桂平都只能回老家 来抗议菊武松的好赌 而每次吵完架后 菊武松又会跑去找夏桂平 苦苦哀求他回家 说了没用 不然那个女使者留住 他说话还是打完 不去努力的挣钱 喝酒 一喝了酒发现不满 打人 因为每次赌博而吵架 菊武松都会向夏桂平保证 以后自己不会再去赌博了 然而没过多久 他又会忘了自己的承诺 写掉一个小手指 作为借助的保证 让夏桂平又一次原谅了菊武松 可是 不出这样血着代价后 不到一星期 菊武松又上了马奖桌 这让夏桂平彻底失望了 一二战 战了战了战了战 这样重复下去 使他感觉了 这样就先回忆人了 想到自己的女儿和婆婆 夏桂平下定决心 一定要离开这个男人 可是多年的生活 让他对菊武松的秉信太过熟悉 他知道 直接提出离婚 菊武松无论如何也不会同意 他只能想到 利用假离婚 来假戏真做的办法 彻底摆脱菊武松 可是夏桂平没有想到 菊武松在离婚以后 还会继续上门纠缠 六月七日那天中午 菊武松喝了一点酒 趁着酒劲 他蒙生了一个可怕的念头 菊武松了解夏桂平的习惯 每次女儿从学校回来 夏桂平都会拿着女儿 换下的衣服去水库洗 这次女儿从学校回来 这次女儿从学校回来 本人头过了 本来是 什么一喝了酒 喝了喝了 那我都想着 我都想着 我都想着 你家人在那里 哥说是 说是 小二哥 你等我来 那你哥不来 你哥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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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都想着 是呀 你做我那个 那我只要喝了 就是这样的 想到夏桂平的背叛 菊武松从家里拿了一把刀 装了一瓶子汽油 就骑着摩托车 准备到大奖村找夏桂平 这个死者下个瓶子 寸墨规律 比较两边 他到家去 可能没发现他人了 后来就到 他经常去了 他不在家 肯定不是 要么洗衣服 他肯定在 事先观察了 就发现死者 在水墓 边上洗衣服 希望他马上就 搬动车一起 下去就对死者说 我今天要送你回去 这是我们下降了一堆苦话 吃点回去 就是这样的意思 大家一起 你说完 他就把匹手掏出来 这个传大的女的胸部 就免贪及到 女的说的是 你杀我 做什么 她是喊了一声 哎呦 哎呦 我娘了 就是我们方言的 我已经什么都 当时就被杀死 什么机会都没有 见夏贵平 已经倒地身亡 居武松感觉 心中的一口恶气 终于出了 转念想到 两人多年的夫妻情分 他觉得 自己应该和夏贵平 一起死 在杀死死者以后 他 立马拿刀 匕首往自己身上 捅了好几刀 要把他搞死 搞死出口气 我自己 再次杀算 陪他一块儿死 居武松拿出了 提前预备好的汽油 淋到了自己 和夏贵平的身上 我把汽油往这儿 把自己下里 往那里 我现在也应该 对 你 你拿他 这个 用火机点火 烧 烧自己 点了以后 整个碰 火一下砸 这个火 汽油烧的 可能受不了 火烧了 一会儿 然后 自己往水 库里面一跳 随面来 他直接提倡 无论地回家 把衣服一换 就是躺在自己家里 而来 等死 他的意识 是很淡薄的 他因为杀人 我把你杀死了 我至少 我又想死 就完了 他对社会 伤生的社会 危害 他没有考虑到 给他 给他家庭 伤生的伤害 他更没有考虑到 他没有顾忌 而且可以说 他没有顾忌 他就敢于 一世的心头之痕 吹口气 案件的真相 水落石出 尽管居武松 也已经承认了 自己的犯罪事实 然而 这样的一次冲动 却造成了 几个家庭的悲剧 不是人家对他不好 是没有完成 他几十岁的人 五十多岁的人 没有完成男人的 基本整个人 这个现场在农村 体验现在比较 婚姻 特别婚姻方面 夏贵平出事后 孙明都感叹 这个在家的女人 命运实在太坎坷了 他刚刚组建不久的 一个幸福家庭 也被彻底毁了 而对居武松来说 他因为一时的气氛 而冲动杀人 最终也逃不过 法律的制裁 因为离婚 这个家庭破裂了 那么犯了一些人 他心里就不平分了 这四十八分 是成了两段比例 如果的话 这个农村的浮发 这块 加到家庭力度 浮发力度 各个人都守华 都拟发 而且使用法律的武器 来保护自己的 和法权益 很多的比例 那是快平均的 其实居武松和夏桂平之间 所谓的恩怨情仇 一点都不复杂 但是引发这样的悲剧 这绝对不是个案 在生活当中 我们都在不断地 积累着很多的矛盾 如果没有得到 很好的解决 或者抒发 那么这些矛盾 就很有可能 会成为压垮你的情感 或者心里的 最后一根稻草 直到现在 居武松依然在埋怨 他的生活当中 遭遇到了背叛 可是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 正是当年 他自己亲手毁掉了 夏桂平 对这段感情的希望 而最终导致了分离 一错再错 现在正在等待 法律判决的居武松 对于这句话 不知道做何感想呢 这里是一线 我是王小蕾 明天见 明天见